李总,你为什么要有差事 跟你去分公司吃财 不这样,怎么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呢 有说,这是武艺山大红袍 你这几天辛苦了 谢谢 武艺山大红袍 没听过 啊? 一百万一秒 哎,李总 我呢,最喜欢衣服不同样的穿 这样直播带货才能给粉丝更好的体验 就像那几件衣服穿来穿去的人 我是最讨厌的 哇,张经理真的好时尚啊 每天都穿得很好看 上去的简讯就不色行 每天都我们穿的内衣 大家好,我是今天新入职的米粒 这个才是真的会穿呢 好好看 米粒 干什么 把你拖一个月的地 张经理,我 张经理 他就是不小心把水杯打翻了 又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 把他拖一个月的地位 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你一个新人敢对我指手画脚 你维护他是吧 好啊 那你就和这个刚来没几天的土包子 一起去做几天后的直播 要是没做好 你和他一起个滚蛋 直播那么难 他们两个新人怎么可能啊 看来两个都要走完了 可笑 行啊,去就去 没关系 我们一定会做出来的 这个全品我们就 你们两个去散户办东西 好 我们继续吧 刚才提到了 去帮我买杯咖啡 记住哦 要酒磨咖啡 行 帮我订个餐厅吧 张经理 这些事情一定要我和宁宁去做吗 你没看见我们在忙吗 忙 你们稿子写好了吗 你这么打扰我们 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完 要是直播播不好 就带着这个土包子宁宁一起给我滚蛋 哎 四天时间终于完成了 走吧 都晚上十一点了 你那直播的衣服我也放在柜子里了 好 还真让他们写出来了 这下我看你怎么 我们的稿件和衣服全都不见了 马上就要直播了 你们还能解决吗 董事店就主动离职吧 沈都来劝退你们 宁宁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买的衣服都到了 你可以先穿我的 走 他们竟然脱稿完成了直播 是 在那里面看了干嘛 你听见 宁宁 你好厉害呀 感觉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 而且这套衣服的风格好适合你 你们还好意思有神心谈论买衣服 你 还有你 都被开除了 不好意思 被开除的是你 张经理 那又怎样 就凭你 开除我 凭我 你 你是新商人集团总裁 张经理 哎呀你干什么 这衣服还要退的 原来张经理一直在网上白嫖衣服穿呢 张经理怎么是这样的人 明明 你工作能力出众 做事有条不紊 从今天起 你就担任分部的小组长 谢谢你 呃 米总 喂爸 我急着送外卖呢 我就是提醒你啊 今天记得去自驾公司报到啊 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哦哦我知道了 这不就是来自驾公司送外卖吗 你们的外卖到了 怎么送的这么慢 小心我投诉你 赶紧走 别把我们店弄脏了 米丽 小云 想不到米丽现在这么困难 哟 还是老相识呢 哦小云记得把奶茶钱一百三转给我 为什么呀 你上个月奖金最多请我们喝一次奶茶怎么了 不是 他奖金拿得多是凭他自己的本事 你强迫他请大家喝奶茶是你道德绑架 既然是你自己点的奶茶你不会请不起吧 你 对啊 我要请大家喝五个字节点 不需要敬礼呗 你个破松外卖的怎么还没走啊 新来的呢 怎么还没到 因为 我就是那个新来的 我就是那个新来的 好好好 你们给我等着 刚才谢谢你米丽 以后我照着吗 嗯 我们初中毕业之后好久都没见了 嗯对啊 我去买水你喝什么 哦不用了 我自己带了茶叶 平时跑外卖的时候我就喜欢喝点茶 提什么嘛 米丽都困难到喝这种劣质茶叶了 我请你喝奶茶 嗯 好喝 下次还请你喝 喝喝喝 就知道摸鱼 把这个方案做了 后天跟董事长对接 这个方案都搁置一个月了 你让我们两个三天做出来 你觉得合理吗 做不出来是你能力的问题 然不能只挑轻松的做吧 做不出来就滚蛋 做就做 没事 我家里给我的便当还没吃呢 真的 噔噔噔噔噔 米丽的家里人就在米丽吃萝卜汤啊 哦 这个很补的 喝了之后力气满满 我这个是热 我请你吃炸鸡 吃饱了 哎呀又要熬夜了 最近换季皮肤本来就干燥粗糙 再熬几个夜又多一个暗淡无光了 米丽 你的皮肤怎么一点都不受换季影响 还是这么细腻通料 我跟你一样是干皮 但是秋冬护肤步骤我会增加一个氢化油 用完之后皮肤状态真的好了很多 这产品也太适合我了吧 我这就去买 你不用啊 这个就送你啦 米丽这么困难还送给我 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做方案 不让米丽吃饮 继续做方案吧 好 终于完成了 下巴 走 米丽怎么还不来啊 别等了 一个送外卖的你指望她能做出什么方案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只是放在了米丽那儿 我看是米丽拿着方案跑路了吧 你们没有完成工作 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吧 谁说我跑路了 董 董事长好 这是怎么回事啊 董事长 这两个人没有完成工作 而且不服从管教 我正准备开除他们呢 这不做好了吗 还挺好的呀 他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做的好方案 董事长这种人就应该开除啊 送外卖的怎么了 美丽是我的女儿 她的实力难道我不清楚吗 你一定是董事长的女儿 张经理 一幕中五人拜高台 一气压下手 我觉得去非洲比较合适 那就把你调到非洲去做项目了 这次你们的方案做的挺好 这十万块钱是给你们的奖励 十万 我不是在做梦吗 哎 想念想念 还是不可认错 来自家公司上班吗 夫人不仅不可认错 好像在新的公司还要升职了 什么 想和宝宝多待一会就这么难吗 我还给她买点礼物呢 我们的分公司上林集团 好像和夫人的公司有业务商的往来 真的 又成功签下一单 就说吧 靠自己也能闪闪发光 米丽这么厉害 经理一直没出成绩 这是要换人呢 是啊 下个月的数值大会 经理可就危险了 米丽是吧 敢挑衅我 昨天晚上凌晨两点 你没有准时回复客户消息 罚款200 凌晨两点睡觉了呀 怎么回复啊 你这根本就不合理 作为乙方 就是应该24小时服务客户 快点罚款200 我不交 除非公司明文规定 不然我不会私交罚款的 而且合同已经签了 消息早上也回了 根本就没有耽误事情 好好好 你这么傲是吧 上林集团的单子就你来做 三天之内 你要拿不下合同 就滚蛋 这个合同都半年了 也许签不下来 米丽怎么可能拿得下 对呀 而且上林集团要求很高的 做就做 米丽 好好珍惜你在公司的最后三天 没想到这个方案变成这么难 米丽 你去给我把大厅擦一点 我在做方案 公司有保洁 为何没让我去啊 你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更别提拿下上林集团的服务 是是是 经理既然这么厉害呢 一定愿意以身作则 做好公司的清洁 成为大家的榜样 米丽 你还有两天时间 拿不下来就滚蛋 终于做完了 宝宝 那真的不考虑来自家公司上班吗 不行 那就明天我就签红红了 哇米丽 你做完了 不会是熬了大夜吧 是啊是啊 不过你这眼睛困的都要眯起来了 但是你这皮肤 根本看不出来熬了大夜 你要是夸我的话 可就不困了 因为我用了这个柏拉雅红宝石套装 就算熬个大夜 皮肤也能饱满透亮 里面有柏拉雅很牛的多重生态组合 不仅能保湿一整天 抗老景致也可牛了 特别是秋冬了 更要注意皮肤缺水 长细纹啊什么的 我放这了 你们随着用 这么好啊 会很贵吧 没有性价比很高的 哎呀米丽 你真漂亮 好辣好辣 没想到他还真能做出来 不过少林集团可不是好对付他 讲经理他都在会议室等着 明明你就等着被开除了 老龙 老龙 其实少林集团也是我的分公司 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这是合同是吧 签了 辉总好魄力啊 令夫人能力也是相当的优秀 完蛋了 是要靠自己了 怎么样 没签下来吧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 希望我们好做愉快 签下来 听说你们公司要开除我夫人 夫人 夫人 误会啊 夫人总 安经理你欺压下属 私说把我们的事情 都已经知道 你被开除了 都对了米丽 你能力出众 经理的力就有远 我升纸了 我升纸了 是 通常 突然可以 在个力量 安快 被开除